一年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将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将之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俗语,家有四样,家心人望,人贪四样,以生白忙 都是指哪四样 古代俗语中我们常说到 家有四样,家心人望,人贪四样,以生白忙 都是说的四样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真正含义都是指什么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四样分别是哪四样 首先先讲一下 家有四样,人心家望中的四样是什么 在过去老百姓的生活过得都很艰苦 因此对富贵生活的追求欲望也很强烈 但是一个家庭是否能够兴旺发达 其实和这四点有很大关系,一定要了解 一,兄弟和睦相处 一个家族是否能够长生不衰,一直兴旺下去 这和一个家族中的人丁是否兴旺有很大的关系 古人很注重香火的延续 那些富裕家庭都会娶上三七四戒 生下很多子女 人丁是心晃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也就有问题了 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很容价 这还好说 如果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利益 家产闹得不可开交 这只会让家庭过早的分裂 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能够经常看到的 因此兄弟和睦相处是家庭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夫妻和睦相处 一个家庭中 夫妻和睦相处才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成功的人 大都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做后盾 丈夫在外面打拼事业 妻子在家里照顾好孩子公婆 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一点都不让丈夫操心 在外面忙碌的一天回到家里 一副温津的画面 一家人在一起极乐融融 那心情会是多么的惬意 相反如果回到家里一片狼藉 本想静静的休息一下 那冲相比在外面还繁星 不是吵就是闹 面对这样的家庭是不是身心疲惫 这样的家庭环境 对下一代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三,良好的家风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曾国藩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之一 他的家风被后人广为流传 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一个好的家风才能是一个家庭 长期兴旺发达下去 留给后代最宝贵的 并不是大量的财富 而是一个良好的家风 财富早晚都有挥霍完的一天 但是一个良好的家风 才能维持一个家庭 长久的发展下去 良好的家风让后代 可以梳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避免他们误入歧途走向邪路 四,没有不良嗜好 我们都知道 赌博害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 有些人一旦染上毒瘾 那是很难戒掉的 只会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赌博是一个无底洞 有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输的 赢了还想赢得更多 最后输得一塌糊涂 输得还想翻本 最后越输越多 这会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 这不是慰言耸听 因此劝诫那些赌博的朋友 早点离开赌桌 不然最后吃亏的 还是自己 酒也一样 喝多了对身体健康不利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酒会麻痹我们的大脑 会让我们丧失上尽心 每天生活在最眼迷离的世界 怎么可能去努力奋斗 怎么可能换取幸福生活 一个家庭如果有人沾染上这些 怎么可能兴旺发达下去 如果一个家庭中做好这四样 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加薪人望 上面讲好了家有四样 加薪人望的四样 接下来就说说 人探四样 以生白忙的四样 是哪四样 人们常说 人活一世不容易 且行且珍惜 人生确实是这样 就像一场长途跋涉的旅行 其实在中途有很多美好的风景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会发现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们要珍惜眼前我们拥有的一切 不要去苛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这样我们才会活得更快乐 更幸福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 大部分又都是凡人 想要做到无欲无求 又谈何容易 人的本性都是有贪欲的 其实一生都在和贪欲作斗争 只不过有些人自控能力强 从而掌控了人生 而有些人被贪欲所控制 最后侮辱其途 最后变得一无所有 人活一世不容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的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越过越顺 烧走很多弯路 1.酒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中 处处都可以看到 这都是受到我国酒文化的影响 古人有斗酒诗百篇的故事 因此以前各个朝代的文人骚客 都喜欢饮酒作诗 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家具 借酒消愁 借酒抒情 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慷慨之情 但是酒不能贪杯 小酌怡情 喝多了会对身体伤害很大 还会耽误很多事情影响工作 尤其近几年来 因为喝酒开车 发生了太多的交通事故 因此引起国家的重视 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还有就是不能劝酒 如果出现事故 也会追究当事人的一些责任 酒虽好 但是要适可而止呀 2.色 我们都是凡人 肉体凡胎 谁没有七情六欲 好色乃人之常情 古人都说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但是我们不能沉迷于色 如果终日只想着花钱月下 大的 熟悟国悟名 翻看历史 有多少帝王国君为了女色 最后导致国魄家王 这样沉痛的教训 数不胜数 小的说伤身 毁了自己的前程 过度放纵自己 早晚会掏空自己的身体 哪还有精力去打拼事业 因此面对美色 我们一定要有自控能力 不然最后受伤害的 还是自己 3.财 我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不都是为了多挣钱 想让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更好一点吗 我们的生活虽然并不都是为了钱 但是现实生活中告诉我们 没有钱那真是傻事也干不成 干什么都离不开它 因此很多人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 但是我们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们不能为了挣钱 而做一些黑心的勾当 我们不能为金钱所累 我们不能让金钱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 获得财富的途径有很多 不能走一些歪门邪道 我们也不能因为贪恋金钱 而忘记自己的初衷 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不然的话只会让更多的人离开你 看透了你的真面目之后 最后你只会人财两空 悔之万矣 我们要做到爱财 但不贪财 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则 四 气 我们常说气大伤身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开开心心的 面对每一天 笑对人生 生活虽然给了我们很多困难 但这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只有经历过才懂得珍惜 不要遇到事情就灰心脏气 看什么都不顺眼 自己和自己生气 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大度一些 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让自己难过 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生气还会给自己身体带来伤害 这又是何必呢 何不开心一些 俗语彰显了古人的智慧 民间也流传了很多与家庭 与运势有关的俗语 也是人们永久谈论 争议不断的话题 希望上面这些内容 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集再见